有人想我做的烫油太简单 怎么办 哎呀 你教的是不是也太简单了 你看我 随便一捏就捏出来了 哎 你学的不错呀 所以你是不是有所保留 你为什么不教最经历的黑芝麻馅 能不能教点有技术含量的 你确定吗 你瞧不起谁呢 走 黑芝麻馅 黑芝麻馅特简单 不需要这么几种材料 就把这些全都打碎就行了 传统黑芝麻馅是要放点猪油的 打好称重 时刻一个 搓成球 放冰箱动硬 这下就好了 简单 皮就还是上次的方式 不过你要学的这个兔子的颜色 可有点多啊 得用很多果蔬粉搭配来调色 这就得需要点美术功底了 调色上次不就已经学会了吗 绿色都没有 哎呀 我会 你放心吧 待会儿学不会 不许回家啊 这次的皮要30克 包下搓球 还是搓球啊 那你后面更上了啊 就做这个隐藏款的兔敦敦吧 这次要搓成鹅蛋型 先做它典型的彩色微薄 又不规则细条拼色 再整体搓在一起 有点换彩的效果 然后难度来了啊 这形头上的每一个细节 都是要一点点做上去的 衣服啊是斜精的 有个白边 还有个身份牌 它还扎了个精明精 细节决定成败 这个细节要处理得仔细点 做出来才会像 现在做袍子上的云纹 需要一条一条线搓细再贴上去 贴的时候啊得沾点水 会粘得更老 速度还要快 因为面会干 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了 最外面还有一条蓝色的线 贴上去 现在开始做胳膊 先搓个胖水滴 手是黑色 衣服是红色 还有个白袖边 红色袖子上有金色的图案 还有一点蓝色 做好按到身体上 右边的袖子是金色 没有图案 接下来就是头面了 隐藏款这个是粉色的绒球 中间一个大的 两边各两个小的 兔子耳朵也融合了金具元素 金色的耳朵上 是紫和蓝的图案 这小细节做起来 特别费事 不过这已经是金具 卡通画后的形头了 耳朵的两边还有两个装饰 终于到最后环节了 兔敦敦的真相是冰敦敦 所以点进这笔是熊猫脸 两个眼睛按上去 红色的嘴巴下面有个黑底 最最后还有两个橙色的腮红 那这有技术含量的汤圆 着实有点费人 不过看到成果 确实惊喜 煮的话还是跟上次一样 水开最小火 这次得煮六分钟 因为这俩穿得太厚 上次的兔子简单 但是好捏呀 今天的熊猫兔子 为了过节 可是穿上了国粹金具装 妈 学会了吗 妹妹 赶紧收拾行李 我们这几天不回家了啊 待会儿学不会 不许回家啊 安逃 这就是鱼板那样的 哦 这个样子